每日一次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胖字 肥胖的胖 胖的国语注音是 科暗胖四生胖 胖四生胖 胖是指身体肥硕 肌肉丰满而言 一般称为肥胖或胖子 如红楼梦八十四回有 胖子也不是一口吃的 胖多是由于皮下脂肪积聚而成 所以过胖的人不仅容易引起其他的疾病 而且行动也不方便 甚至于形成胖病 胖偶是国剧或地方戏中的一种服饰 因为唱花脸的必须身躯胖大才显得有威风 所以在戏袍里必须衬穿有厚棉花垫起的马甲 这种马甲就叫做胖袍 胖头是拥鱼的别称 因为这种鱼的头特别大 肉也很鲜美 所以就称为胖头 胖这个字还可以念盘 国语注音是 颇鞍盘二生盘 盘是安书的意思 里基大学 富润屋 德润身 心广体盘 意思是说 有钱的人要装修住屋 但是具有良知品德的人 就要讲究修置身心 这么一来呢 一个人就能心无愧坐 胸襟自然广大宽敞 身体就会觉得有安书之感 但是一般人不注意 多会念成心广体胖 甚至看到别人发福 还会恭维一句说 哎呀 阁下心广体胖有福气 其实这样说呢 是不妥当的 胖这个字还可以念盘 国语注音是 颇岸盘四生盘 盘就是指古代祭祀时 所用身体的半体而言 可是这个音译 现在已经很少用了 跟胖字很相似的是这个戏字 国语注音是 戏意戏四生戏 戏是因为地区湿热 而产生了像文锐之类的飞虫 而细细则是笑声散步的样子 最后再重复一句 心广体盘 不念心广体胖 另外胖和细字都是肉部 书写的时候不要写成月亮的月字 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